透過即時引向臺東山遠灣 大浪一波接一波 拍打在小波塊上起時驚人 另一頭富岡漁港的浪 更直接鋪到岸上任行道 離島的風勢更驚人 藍雨清晨吹起十三級風 綠島棚屋的風勢也達到十一級 颱風馬娃持續往北北溪方向前進 越接近臺灣速度越慢 在東海岸掀起六公尺高的巨浪 預估在今天的時候 除了原本的東半部地區 東北角橫春半島馬祖 目前都已經有三米的浪高之外 慢慢的在澎湖中部沿海附近 它的浪可能也會逐漸 撐強到三米左右 請大家還是要特別注意安全 儘管強度減弱為中台馬娃 七級暴風半徑人達到三百公里 以每小時七公里的速度 進入巴士海峽 以及臺灣東南部海面開始北轉 預計週三北轉完成 就會以平行東海岸路線 往北走強度也會再減弱 同時距離台東陸地 大約還有四百公里左右 對臺灣威脅相對減少 但外圍環流人帶來雨 是主要集中在宜蘭及東北部 而到了晚上午後雷震雨沒有了 但是在宜花地區的降雨情況 會比較更明顯 甚至在北部地區 原本的大台北 比較有一些間歇性降雨之外 桃園新竹的降雨機率也逐漸提高 明天整體來說是降雨最明顯的時候 東海岸的強風大浪 還在持續增強中 不過被封面的西半部 受到台風外圍沉降影響 週二白天高溫最高 可達到三十六度 到了週三週四 馬娃最接近臺灣 北部山區及東北部山區 則可能出現致災性的大雨 探訪落實意外不可不防 既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